各位大家好,我是劉堅峰老師 是來自基子中學的 我會很多謝謝Sir先分享 我就不需要重複很多很接近的事情 我希望講一些另一些 我就教中一、中四 我剛好去年知道我要參加計劃 就下水了 其實我是因為學校覺得我比較有興趣在電子教學 所以試一下可不可以在翻轉教學裏做多一點 我今天就有三個部份 我看看可不可以 其實拍攝短片我不會講太多 我想怎樣去做 查到學生的遇習狀況 從而去改善教學的策略 最後我會講一點我的反思在中間 好,這些我不多說了 其實由舊時最老套的 拿張紙設個鏡頭 到後來現在我自己覺得最理想的 就是我自己是用Goodnix 擺個iPad的Apple Pencil 你會見到其實 我其實拍片其實是用了它的功能 是幫到不少手的 我又不是今天很想拍片 不過我記得夏Sir也有提過 我以前試過螢幕錄影 經常錄不到聲音 要按鈕 還有不要啪啪聲 夏Sir看的 因為我拿一支Apple Pencil 按按按按 很騷擾性 我又不詳細說了 最起初我真的放在LMS 即是放在Skoology和Apple 現在因為學校決定選擇用Google Classroom 我就不搞那麼多了 因為很難的 如果全部老師都用Google Classroom 如果你靈寫一個用Skoology 學生會比較混亂 後來因為影片越來越多 其實我自己都會亂 我可能有兩樣東西會容易做 就真的可能是分一個級 分一個項目 然後其實我一般就習慣是 因為那時候去年的狀況就是 要去拍片 即是一直拍 其實之前我就是覺得還要先拍 但後期已經去到 停練授課課堂 就沒辦法 都要拍完 其實我講少少 我自己有少少的分享 其實很多時候 我發覺最重要的就是 年初找到一本學生的PDF 用你的辦法去找到 因為不會有的 以及你預先拍片之前 你設好單檔子 你畫了一些圖 它就會很方便 即是有些重點 我在過程裏面 即是一般我都是幾分鐘 這個叫長 六分鐘 有些都是四分鐘 我可能的重點 都可能是講書的例題 事做 其實盡量我都想和書有連繫 因為很多時候我發覺 和書沒有連繫 學生看一本書都好像跟不上 這樣 這件事我在老師上學到 就是說 一定要 即是因為我們自己 講的題目 我講得很快 但原來我發覺 學生跟我看 其實可能真的和他講一條題目 善用多些他的功能 就是間線 螢光筆 甚至乎畫圖 其實基本上 我設定好一本 要拍的時候 你去到那一本 都知道要講什麼 那我就不再詳細講 那還有呢 就是過去我拍片 都是 都是 想著 將我上課講話 講一次 讓他可以再看 讓他可以重溫 最終要一些時間限制 舉個例子 就是我們學校的狀況 就是有時候 即是中四講二次公職 其實都不會再講 就是不會講怎麼理 但是我覺得 有些同學仔是需要的 就是想學的 所以我就可能變成了拍片 可能有時候 有些較難題目 還有有時候最常見的 對卷 對卷都是拍片多的 或是DSE題目 覺得值得保留 都會拍 那 有時候甚至乎 會錄下Zone的實時課堂 但後來就不會 因為都 始終都是privacy的問題 那慢慢呢 其實我現在就開始 就位著那個翻轉課堂 就是去鋪排 那麼 還有更重要 就是說我發覺拍片 不是很難 但是要花時間 和拍得好 是可能要 即是要些時間 後來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是想 我是拍片 拍了 大家學生 有沒有看 是一個問題 第二 看完之後 其實明明能夠反映到 在課堂上面 或者在功課上面 這個我是比較常知的 那麼 所以我就後期 我就集中在 即是說 怎樣去看學生的表現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 我剛才剛剛 很快地講完的 第一部份 那麼我就開始 想一下 沒有一些快一點的方法 一些方便的方法 去製作一些的評估出來 是可以給自己 可以馬上課之前 去看到學生的狀況 那麼其實 一直都 學校都要求我們 叫學生 不要一張白紙 一課室 有些瑜伽 那樣 那麼我如果掌握到 學生的情況 可以搞得深一些 不會再由頭教過 那麼過去呢 其實呢 那麼我 其實過去很有趣 那麼我又試過用 Admodo 又試過用Skoology 那樣 但是過去呢 一六年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在做這些而已 就是很普通的事情 叫學生做做做做做做做的 其實完全沒有支援的 或者都是看書的 那麼其實那時候 已經覺得很滿足了 起碼是去看書 是不是 因為 可以是一張白紙 那麼我試過 很好笑的 就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轉課 我們分組 要站在門口等我們 那麼見到他們 每個人呢 捧著一本書在那裡寫 那麼其實呢 不是一件好事的 因為應該要在家裡做的嘛 但是 但是 可能說一六年的時候 已經是 他們警告到要做事情進去 那麼其實呢 這個文化可能要 踏石仔一路踏上去 那麼 我的做法呢 沒有謝老師這麼厲害 謝老師有整貼紙有性 我最多都是配合學校的獎勵貼紙 讚他多些 還有 我說叫巡課室鼓勵 意思是什麼 一進去 大家老師都有做 揭回去這個版給我看 那麼我其實數一次 就是他怎樣都有些東西寫 那麼其實已經很好 沒有那些呢 就當然鼓勵了 那麼鼓勵 至於鼓勵 就看看你老師怎麼做 那麼 那麼 還有重點 一件事真的看有沒有做 我過去我真的馬上拿出來 就是我不講的了 叫他拿在實物投影器 立刻在他本書裡看 有時候有些同學是喜歡的 因為他見到我 是批准他見到他去改 那時候全班一起去改 那麼這件事呢 我自己覺得 那時候已經叫做 叫做有些東西進去 不是八字一章 但是我也看不到 全國學生的情況 就是我看到他們有字 寫在這裡 還有是真的沒有什麼支援 因為那些同學仔 都反映給我聽 阿Sir你叫我看書 我也看不到 其實雖然我經常說 鼓勵他專心去看 但是我覺得 有些想一些 想一些方法去幫 那麼後來呢 我就試過用範圍 就是初期的 就是我想 其實很久之前 我已經接觸過範圍了 但是我從來沒試過 扔到Google Classroom那裡 那麼 那麼 那範圍的好處就是 其實它是 它是想你善用的那些影片 那是因為做一段影片 可能做一個段影片 可能做一個段影片 花的精力 是等於你再拍多一段影片 就是你拍完這段影片 再想一些問題 再吃進去 然後再看 其實是整個工序做兩 就是雙倍的時間 所以我就叫善用 一些影片 還有它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進入Google Classroom 還有一些符號很好 我做過幾個 就是上網找一些片 譬如說這個是 identity 那些片 或者是台灣 有些人說得很好 其實那些學生 聽國語都不是很大問題 那我就 有些ETV 都會有些 那我就會看到學生是沒有做 其實綠色一環 就代表有做 但是 但是分這麼少 就證明是不會做了 或者是做錯了了 但是我都想到有一個問題 那或者你看我 我想一下怎麼設計這些題目 我就開頭 其實就出現了一個限制 因為很多時候 都是做一些concept check 有些比較簡單的題目 還有一些局限的 那我講一講為什麼 譬如說到三個人素裂 那我立刻想到 我不知道 可能大家同工序一會給一些意見 我會問第七項是什麼 證明他知不知道 但是 是可以的 但是我其實想問再 再遲些功課的題目 於是我曾經做過這些動作 就是 究竟哪一個是對的 但是 我也是沒有辦法叫他寫出來的 就是 Schoology 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 fill in the blanks 但是這裡就 難些 其實 我就唯有是想做這些事情 但是也叫他 take 然後我又試過做這一樣 可能去到那條片 就是看完它 然後我叫他試試做 其實我也有嘗試去問過這些問題 是類近的 看他能不能回答 因為始終 episode 那個限制就是 你 他又要繼續看片 即他不是一個很完整 學了整個概念去做 但是你又要想他馬上看 又要想他馬上做 其實呢 有少少這些限制當中 那我自己覺得呢 有時候不是很得心應手的 那後 那當然啦 他就吃了進去 那左邊就是 那些功課 其實都交齊的 就是但是 都看完的 那其實 又因為這樣 我自己覺得 那些題目都不會問得很深 或者都不是問到很接近我們做功課的題目 那我限制就變了在這裏 所以他們就算很高分 或者一百分也好 都不是代表到他真正是能夠過度到 去我功課 測驗 考試 那後期呢 也叫做增強學生興趣 那 那 但是呢 我 剛才也說過了 我有少少少經驗想分享 有時候呢 發覺自己出了之後 是打錯了一個字 就是二次打錯了三次 但是呢 發覺他已經改不回了 即是你怎樣呢 你提供了 有同學做了 你就收不回 那怎麼辦呢 但是 但是 這樣就無法顯示 要不就是 我的做法就是 然後我就在 在Guru Classroom 上再出一個 原本的答案 其實是很浪費心力的 即是我要再改過這樣去做 那 所以有這個問題 還有 episode 也 即我不是說 episode 不好 只不過我覺得 我未必能夠合得到 還有有些是 原來他不能選擇 有些是對的 即是我可能說 哪些技巧你覺得有用 可能我就這樣問 comments 我自己都要手動批改 後來我現在比較想說 都是說 Google Form Google Form 剛才謝Sir也有提過 那我就想說一些 我自己覺得 我在中間想的時候 想想 會怎樣做 那我自己覺得 我會做 扔下去 Google Form 我會用測驗 和會馬上發放 當然我是會手動再看的 那學生會看到答錯問題 還有更重要是什麼呢 我一些 comments 那些 comments 可能就是那條 預習的答案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有些同學仔 做完就輸 但原來我要去習慣 要看自己對還是錯 一會兒我給一些做法 其實知道要做一個反轉課堂 基本上我每一個書的session 我都會有一個Google Form 我可能做半個小時 或者45分鐘 真的要放時間 其實半個小時大概就是一堂 這樣 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一個cycle 六日六 只有六堂 六堂其實每一堂都只有25分鐘 其實非常之短 其實都逼著一定要在家裡學 那這個做法就可能是 就是這樣 那可以 看看先有沒有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 那 好了 那我或者 那這裡也看到 是不是 那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可能按進去 其實我不想花很多時間去做這個Google Form 但是怎樣的效果又做到呢 這樣 那舉個例子 這個也是我自己的一個test account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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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大文 那 其實呢 你會發覺呢 我重點呢 就是 是講這件事而已 他一定要看書 就是拿著一本書在旁邊 其實我鼓勵他拿著一本書 然後做了 然後填下去 還有第二個好處就是因為 就是拍了片 其實他就吃了進去 他要看片 那但是也是個問題 有學生不看片 就直接做 是不是 那我一會兒再講一些 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到 OK 那我或者繼續講 繼續 先彈回畫面 對 那繼續講 那我的多項式運算 其實呢 你看一本書 其實它Google Form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有不同的format 我盡量吃進去 那其實我 我簡直不會打這些東西 就是我叫他跟著去做 跟著去對 他的好處就是可以做到這一類 其實我在 在episode做不到 又或者是 好了 看完這條片 他真的看完這條片 那然後 他下面有個事做 其實我每次都是 那個例題 咯 舊時我就叫他看書 但是看書其實 就是看完都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 有些學生同學聰明 可以的 不聰明呢 那可能看完片 再幫到一些 好了 如果你真的做事做的時候 會怎樣呢 那譬如這個樹造 那我就會 我就會選擇是這樣的 就是 不會真的叫他打 其實打是可以 但我有一個選擇題 那我就變成 會幫他去 我想一些學生常犯的錯誤 我檢查一下同學會不會真的錯 那你去A的地方 B的地方 都是這樣 那 有一點點技術的就是 看到一些零次二次 其實本身很難打 其實都是上網搜尋 一些unicode 都copy下去 這樣就容易做到 吃到 那它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知道 其實我每次上課的時候 看回Google Chrome的summary 我看到同學是否認識 那其實呢 就是 就是 就是大部分都可以 這條是OK的 我自己覺得 那我就可以 就是飛一飛 那 就是可以飛 但是更重要一點就是 如果一些同學 就是其實所有同學做完之後 是會看到回應的 那我其實打一次的 就是Default 那我會告訴他們 怎麼做 也都解釋給他們 看看為什麼A的意思 有些同學A的意思 就是上面那一條 你也看到有兩個會答錯 那這樣東西 就可以立即會看到 那其實這堆東西 其實在我上課課課堂 開頭 我是拿一些出來說 真的給他們看 那其實學生是有掌握的 好 這樣呢 譬如說 我到加減運算 其實也是拍了影片 那樣 跟著 就真的講這條 我又會怎麼做呢 那 那 坦白說 那些學生 叫他打呢 是可以的 我最後都真的要他打 不過我是很想知道 他中間的概念 是否清晰 我 即 有兩樣東西 這本書最重要 就是說 他說切去括號 那你後來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跟著 把同類項放棄 我將一條題目 我拆開它逐樣去問 那 當然 就是我會有解說 那樣 都會有三個人不行的 就是全班 好 到後面那條 能不能夠以降密的情況去排列 那 其實有多些人會錯的 那 我在知道那些錯的位置 我就會多些上課 去講 然後我去回我的iPad 教他 即我未必會很詳細 但重點多同學錯 我就會這樣講 好了 到最後 怎樣都會有 那我又要突破 叫同學仔 他真的要打 我真的要打教 因為計數機都有這個符號 那叫他打 跟著他做 那有少少技巧 就是 我知道學生 這些題目 其實後面有答案 那我盡量 就跟後面的答案不一樣 後面用降密 特意用聲密 那看一下同學 會不會被我查到 那其實是很多同學被我查到的 這堆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就覺得更重要 就是不要做這個方法 在書後面找到答案 那其實有同學做得到 有些同學做得到 那但是 那過程 我想是個重點 是怎樣引導同學仔 去真的明白 是學習的重要 就不只是為了交份東西給我 那我剛才講完代數 那講圖形 那其實圖形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我都是左中右 叫他選擇一些截面 那樣 其實他們同學做到的 那也都我會試過 叫他們畫一些圖 那真是叫他畫 叫他交 那交完呢 其實Google 那我交完下面 這裏是他有得馬上看回答案 那更重要的是 即是 即是馬上很快掃到 有些很隨便畫 又有些叫做認真些 是都叫做跟到些 那 好 那我又再講一下這一條 譬如我的總面面積怎麼問呢 那其實書就是給個答案的 那我嘗試在Google form 逐個step 去幫他釐清 即是其實做了Google form 我不是做一個測試 都是一個learning 去讓他知道我問什麼 他可能會問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人家明明叫總面面積 那最後答案總面面積 叫他打就行了 但是我其實很 在Google form 我都很講明 是要運用這條色 我逐樣去問他 看看他能不能夠知道 其實在幫他 去建構他的步驟 而每個步驟 都當然有答案 那我最後給他看回 那也會看回一些對 那些錯其實每個 那八個同學 對 或者那三十五 那十五個同學錯 其實我也看到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只是 我認不認記 側面的總面積 就是四面 問完周界之後 問側面總面積 他就只是計了一年 那我便會知道了 同學子原來 理解側面面積的問題 然後我在那裡說出來 那當然好像謝Sir這樣 用摺紙的方式 是近十日 我自己覺得是很好的 那當然 難內的時候 不是實體 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 會在這裏盡量去說 那最後也解說出來 那這樣 希望他們可以明白得到 好 第三就是我講講統計 統計也是拍了一片 然後做下一片 那怎麼做呢? 那其實呢 我的做法就是 我是真的考他有沒有升職數 升職數 你慢慢再聊 是 好 這樣呢 更重要 其實我分佈完之後 我要他回答我 你數到幾個 其實有時候 我用這些方法 是幫助同學去記住 曾經 Google Forms 這樣做 以後做功課 都是用這個手法 幫忙檢查自己有沒有計錯 測量 這樣做 其實是 我覺得是OK的 看回他們的功課 好 這樣呢 就 好了 那 我有一些反思 其實就 我覺得這種設計 就有彈性 我會把一個Google Form 他們都會試做 其實理論上 每個人都逼著 我鼓勵他們做 他們基本上都 用過整課書一次 才來上課 那其實就 逼得到一些 那還有我自己比較喜歡 就是 我發布了之後 可以改答案 改題目 就是輕輕的倒閉 是做得到的 那一會兒又會講一下 其實同學仔 是會主動告訴我 那是錯的 其實很好 原來這個執措 都是在幫助同學仔 那 隔期作業 有一件事要說的 就是 這個就是 有同學發布 告訴我 第一部分 題號錯了 其實那個號碼頁錯了 他們真的很主動告訴我 其實 是好的 不過我覺得 如果可以 可能是同級的同事 就是因為最主要今次我做 跟同事 可能一起協作 互相 double check 一個做一個 check 可能減少這個做的情況 還有更重要 我自己覺得一個功能就是 學生可以在Email 那裏 是他自己去 去開出來 去看得上 是可以search 得到 去找回 但是也有些限制 那沒有填充題 可能Skrooge才可以 還有部分 我需要手動批改 如果發覺 需要入到公式 就真的 整個套出來 好了 那我就講完了 頭兩個 那我就 推薦給大家 那我也講多一點 那我上課是怎樣 怎樣做呢 事實上 現在 停課的時候 都是比較困難 那我就沒有 我中四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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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四也沒有 我只是跟科長開WhatsApp 我只是跟科長開WhatsApp 其實我做的事情 就是跟他說 其實我什麼都不說 我只是截圖 今天限期 他回答我好 他就會自動有辦法去做 他那部分 就是發給學生 那我就減散了一些問題 最初是少少辛苦 就是如果個別的同學真的不做 其實現在你根本沒有辦法 奈他不可 那其實什麼呢 就真的家長是最幫手 那當然我用一個Web Phone去做 我不會扔到我私人那裡 那我Web Phone的家長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無論你欠交 無論你提供他測驗 其實學生是 家長是很支持的 我們學校很支持 基本上他是完全明白我做什麼 他知道他有沒有做餘集 所以我覺得建立到 可能是家學合作 我自己的理解 那第三件事 這個不說了 現在進入Zoom那些 好了 那我發現 我或者給一些同學 我不會給同學你們看 不過我就會想說 就是之前會有這樣的 之前可能一份 其中一份 就是二十三分 這樣 那其實就 真的很多人做得到 其實是跟足是做到 都有很多很多很多 那有些真的零分給我 那 那 這個很起初的 可能之前 那我十月的時候 那我發覺我真的不太對勞 他真的隨便亂按按鈕 這樣就交了 那後來怎樣呢 後來 後來 後來我就 就叫做通達學習 你只有六分 不理想 我回頭 叫他再做 叫他再做 那後來 現在的狀況 就是 可能是這樣的 可能是這樣的 這裡二十二分 我就十一分 才給他合格 那其實呢 他們 坦白 他們做完一次 有答案 馬上知道 有答案 其實我是想他拚 我想他再翻看 再重溫 重造 那你說 會不會走去背了答案 其實呢 都幾多 如果他肯去學 其實 我也沒有特別阻止他 但是我覺得 他們大致上 他們都能夠是專心學 他們都學得不錯 我自己覺得 因為一會兒可能 有些數據 再給大家看 那我 反轉課堂 我最常做的 就真的不再講 因為我基本上 基本上 用書箱的一些短片 或者自己拍 基本上 整課的所有例題都已經出去了 他的學生全部都看到 那我就 只是會講 我簡直會說 你不要白紙一張回來 你不知道我說什麼 或者是什麼 其實他們後來都已經知道 上課 我跟之前的夏Sir幫忙 多謝夏Sir支援 就開始我明白到 上課是完全可以 講完重點之後 分三人一組 我就分三人一組 就真的聊天去做 然後我做的事情去巡 那麼 夏Sir說 有少許補習社 是的 我當時就做補習社 我記得 提到的重點就是 就是 一些數值的答案 我寫在黑板上面 或者我展示在圖片上面 然後 我發覺 有些多人討論的題目 真的 我問完這組 有人問 那組有人問 我就可能 會叫同學出來 說回那條點子做 或者我叫他寫黑板 其實呢 因為時間有限 我只有25分鐘 可能很快寫出來 他們其實很多同學都不明白 但是如果將來真的有多些時間 就會這樣 但是事實上 真的有些同學做不到 那我就好 就是我唯有職晚交功課 那我記得夏Sir提到的 就是阿學最好下課前就交了他 那我也知道的 但是我們 一來我原本的功課和設計 我記得夏Sir提醒給我 就是給我一些建議 就是怎樣把一份我們學校的工作址 怎樣斬開 那也是多謝夏Sir給我的意見 那我也有跟著做 其實他們同學仔 我很印象 第一次下課後 就有同學仔說 阿Sir我很喜歡這樣 可以很快做完 那樣 但是我其實心想 其實你回去不是做很多Google 科目 其實都是一條數 不過他們起碼的感覺就良好一些 那另外呢 我也還有少少反思 其實當我知道要做這個翻轉課堂的時候 其實就很難 現在第六課就翻轉課堂 其他就教 尤其是我現在 其實當你看到我教的那班一D 其實我六day cycle 我三天就迫在這裡 其實這三天可能就是做功課 那三天就可能是要做余執 所以要很早要把余執放出來 那起初我就覺得不習慣 不過呢 同學仔多了溝通 多了講數學 我自己覺得都是 都是好 起碼我看到他們 好了 那你就討論多些數學 這是真的 那你說有沒有抄功課呢 其實呢 我知道呢 有些同學仔 可能為著要立刻要下課交給我 我都看到他 真的拿著那個 三個人一組 比較厲害的同學 怎麼做 或者甚至乎是個位 我的經歷是個位 旁邊有個很厲害的 就是去抄 不過呢 我自己學校 將會推BYOD 但如果有BYOD 我其實就直接想他拍照 就直接交上去 我看到他什麼時候交 其實我最後可能是想這樣 也都我經歷過一個階段 就是三名一組 是三個都很弱的 三個都坐在這裏 那我 因為我是鄰近分組 如果我能夠做得再仔細一些 我就可能知道 是有個比較厲害一點 或者有個願意 就是可能他看他們的分組的同質 或者是異質去處理多一點 那我也都試過好像謝Sir一樣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拍照去改 那我可能我的做法 就是我純粹要去 engage 下去 我的zoom 那我就會說 就是我的做法 我就是有些會對 但是有些我就會說 好了,陳大文剛剛交給我第一條 他的答案就是這樣 我可以選擇在網絡訊息出來 但是我會多數 如果簡單的答案 我就會寫回他的錯 對也好錯的答案 寫回出來 陳大文就說這條答案是4 那陳大文是知道我說他 亦都知道他的答案 然後我就在這裡立刻批改 簡單是可以做的 簡單可以做的 有時候我在網絡訊息出來 展示一個如果適合 其實都可以 其實這些通常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所以網絡訊息是OK的 那我就沒有用jamboard 或者我都不會用zoom白板 或者迫視牌訊比較少些 好了,那最後 這個是給我最大的概念上的分別 就是我起初以為 翻轉課室就好像是IP teaching 後來我在夏Sir裡面知道 其實真正的翻轉就是上課 不是叫做可以在家裡學到的東西 那家裡怎麼為之知道學到的呢 他真的用過了整個Google form 每個例題去做 他花了半個小時 可能他認認真真去做 很多同學都得到滿分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了 多謝你